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要谈到强弱 我们用音乐的语言说强弱 次强弱 不仅仅四个阶段 笔画多的时候 每一个笔画都要分清主次与强弱 虚实等等关系 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主笔是指在一个字当中 最强 最实 最有力的笔画 而且是能够支撑全界的这么一种笔画 这类的笔画呢 把它叫做主笔 这个清代有一位著名书法家叫冯武 他无论是在这个论书方面 还是在各种书法方面 都有超人之处 他这样讲过 他说一笔是主 众笔是臣 他说这一个字当中啊 总有一个笔画是主 也就是与其他的笔画相比 是君臣的关系 那么有 总有一个主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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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讲的这个主笔呢 如果具体说来 常常是大横 大树 或者是大平 大纳 还有一些个 横折啊 树折啊 这之类的笔画 比较小的条啊 这个短片啊 类似是着法之类的啊 或者是一些个点呢 这个很难做主笔啊 但是有数中笔是他们的 我们讲的这个主笔呢 就是 主要是这些大的笔画 大的笔画当中呢 在横与数当中看 数笔作为主笔的是更多一些 在平与那 相比之下 以那为主笔是更多一些 还有一些大的转折 这之类的笔画 我们现在呢 可以向大家边讲呢 边演示一下 这样 中数笔 必须写成功 如果写不成功的话 这个字笔是更多的 这种字就要失败啊 这属于是中数啊 我们再写一个呃 重字啊 就上面写的重要的重字啊 也是中间这数是竹笔 这种字呢 这种字呢 虽然有成功 但是仍然以中数为主 这样 我们写在横文化作为主笔的 看这个柚子 看这个柚子 这就是 横文化作为主义 需要说明的呢 因为我从笔书那种讲过了 横长撇短 先写撇 这个 撇长横短呢 先写横 嗯 现在这就看到左右之间的主笔不一样 右字以横为主笔 左字呢 以撇为主笔 是这样的关系啊 我们再跟大家介绍一下 关于纳笔 啊 纳笔为主的 比如说 你写个支字啊 那反复讲这个字的意义呢 就在于呢 把某些字吃透它 嗯 这样支字 最后的那是主笔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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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个撇纳交叉的时候 经常以纳笔作为主笔 这是常见的 嗯 嗯 人啊 天啊 大呀 这些字 对那是以纳为主笔的 但是不尽然 有数撇纳交叉当中 以撇为主笔 啊 比如说 啊 中撇 这个中撇是指的当中很长很大的撇 或者有些个笔画 纯属于提纲西林的笔画 也应该以撇为主的 比如说 历史的十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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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看着纳也很重 实际上 中撇是更重要的 因为它从上到下 不仅是个撇 它还起了一个中竖的作用 嗯 所以这个 这个竖撇吧 应该是 一个竹笔 啊 比如说 杖子 嗯 应该以这个长篇作为主笔的 嗯 啊 还有一些横折 有一些横折 有一些竖折 作为主笔的 这样是有的 嗯 比如说 这个 啊 高字 这一笔 在这个位置上挑起来的 这个字的主要的力量在 在横折这一笔上 类似横折这样的笔画 还有一些字 比如这个上字 在树弯过当中呢 呢 有些个笔画 是主笔的 比如说 我们常写的这个耶字 这一笔 嗯 肯定是主笔 嗯 嗯 嗯 在 湾沟这方面的 比如说 啊 类似这当中有弦字啊 弦 弦银骨剑的弦字 啊 当然 像 带人物字 我说过 这样的一些个 结构的字 都是以这笔 现在看 就这一笔 都以它作为主笔 嗯 这是主笔 嗯 因此呢 我们想向大家说呢 我们平时说话呀 我们逻辑重金 啊 在写字当中呢 也有重点笔画 实际上也是一种 逻辑重 嗯 比如说我们平时说话 您吃了吗 啊 吃完了吗 因为写字当中也要注意 因为写字当中也要注意 不要把它 平音 平列的摆开 哪个笔画中哪相当 这就不行 不要从速度上 虚实上 强弱上 和它的位置上 就从心里 要给它一个位置 这个字的位置 关键在这方面 啊 就这种情况 所以呢 在写字时候呢 呃 心里边有一个 呃 成字在心 啊 都是画画 所以成竹在胸 嘛 我们应该说写字当中 也应该有一个 啊 做到心中有数吧 不要 边写边想 啊 一边写一边想 哪放哪儿 便放哪儿 那不行 就是那眼一看这个纸 比如说我们 我们现在看这个 这张纸上这个歌 马上就知道这个字的 嫖在哪儿 那到什么地方 嗯 就口字在哪儿 是这个 横竖之间关系 是怎么个百例 提前心里有数 甚至于 呃 像我们写字的时候 就好像感觉 这字 就纸上就有了这个字的形状 人家哪比冲它 描述它一样 哎 就是那样做的胸中有数 嗯 一般的人呢 拿几笔了之后 写不好字的 就不知道这下笔怎么办 一下笔就茫然 啊 这时候就是很生疏 欠缺基本功 啊 基本功好的 拿几笔之后 根本不下思索 就顺笔往下溜 嗯 这就是一个公义问题 嗯 看来这个竹笔呢 在整个字当中 起到了一个骨架的作用 对对对 我们再介绍几个 这方面的啊 竹笔作用大家了解一下 更多一些的 嗯 比如心字啊 心字这一笔 这是竹笔 啊 这是竹笔 嗯 那您说一个心字 那壁字 我们讲到那个壁字 是不是就品 那一笔就是竹笔 不行 壁字仍然是 这也是对笔 作为主 还是对笔 看 镜头都在它这 哦 还是在它这 啊 这个壁字 比如说 有些个 横折的笔当中 比如说 木字 嗯 就力量都在这 嗯 在这种地方 啊 这应该属于是竹笔 嗯 在竹笔当中呢 呃 就是我们也曾经下导的介绍过 比如说 啊 这个 我们说的 这个曲字 啊 它的竹笔 应该是这个 竹笔 这一下 这个力度在这里 嗯 嗯 嗯 这是我们呢 呃 呃 讲了一些个关于这个 主笔方面的东西 嗯 那您谈那个这个 终笔 具体在这当中又起不大作用了 这个终笔呢 呃 就是我们 我们现在学一下 终就是这个 时终的终 最终就在这当中最后一笔 最后一笔 叫终笔 终笔是个什么意义呢 啊 就告诉大家啊 啊 终笔 也必须力度很强 因为最后一笔 如同我们说话一样 我们说话的逻辑重音啊 有时候常常就在最后 哎 把它说清楚 甚至于无管 是不是个逻辑重音 我们在说话的最后一个字 都要说清楚 嗯 比如我们举个例子说啊 嗯 比如说百货公司 人们有可能说的太快了 把货子落掉了 啊 或者是把它一清 呃 一带而过啊 百货公司 这样 没听到货子就过来 但当然知道是这个地方 但如果 把最后一个诗就忘掉了 或者是把它 嗯 说得很轻 那就不可以 百货公司 这就听不出是什么单位了啊 啊 那不清楚了 所以我们在写字当中的最后一笔 努必要交代清楚 嗯 而且要具备相当的力度 这是中笔的意义 再有一点呢 就是说 中笔 有可能是竹笔 它既是竹笔 也是竹笔 嗯 那么在这时候 常见的字当中有哪些呢 我们决定说啊 嗯 所以竹笔来讲 它又是中笔 又是竹笔 嗯 女字 女字的以恒 又是竹笔 也是中笔 最后的一笔 所以 在写字当中 遇到既是中笔 又是竹笔的时候 当然力度 必须要加强 这个大家不能理解 往往它不是竹笔 比如说写个才字 啊 就是人才 啊 这个才字 这一竹笔是竹笔 嗯 这一笔是中笔 是最后一笔 但这笔的力量 一定要保持很重 另外我们呢 向大家再说一下这个才字呢 呃 在欧体当中写的时候呢 呃 或者其他的书体当中 经常把才字的一笔呢 写过中间这一树 超过它 啊 以表示更是加强它的力度 这都是在向大家说明了中笔的意义 所以这笔是很中的 这一笔呢 只有写到这过来 嗯 经常见这么写啊 啊 古贝帖章 嗯 不发见的这种写法 就说这个笔的话 一定要有力度啊 嗯 这是我们说的一个材子 包括一个小点 最后只是一个点 只经常见的那种字 也要非常有力度 比如说写个大小的小 最后就是个点 这个点 有点有力量 写一个笔字 笔字的这个最后的一点 往往更长一点 嗯 嗯 这样 这是个中笔 中笔当然是一个数笔 但是中笔这笔也不可轻 嗯 比如说写 免而好学 不齿下温 写这么几个字 嗯 看一看他这个 这笔是在什么地方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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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显然最后的那笔是主笔 嗯 你看啊 这笔啊 写名字是注意 要把它藏到上面去 不要把它啊 嗯 写的下边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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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个和左边的这个 这个美字的下部分 要打 要互相干扰 嗯 啊 所以这个欧阳勋在写这种字的时候 比如写魏正的针啊 成人的成字等等 嗯 都是把这个笔写短了 写上不来 把这那直接拉出来 这就是说呢 轻重之间的一种干 把最后这个那笔要写得很成功 要挑起来整个圈字 这是个名字啊 看这是主笔 嗯 写儿 好学 这是主笔 嗯 紫字的 这个最后的笔 属于是中文 嗯 因为很有力量 嗯 写字 不要看这里的非常宽放 这笔很大 这不是主笔 主笔仍然是紫字的这笔 嗯 嗯 写成全六的字 人家好学 不齿下荣的步子 这笔 应该是这个竖笔 这笔 竖笔 最后中笔 是十字的 右边不学过指字 而是心字 那么 原来是心字的这笔是竖笔 它就起着这种作用 嗯 下边的下字 竖笔是竖笔 第二是中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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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字 这个不是中笔 这是中笔 这个下方口字最后领航是中笔 所以把这些字 它的主要关系 把它明白了 你写字的时候 心里就有了 有谱了 知道没必是主要的 就这个 所以我们在讲 后来结构当中 也要讲这个问题 结构当中要突出哪一部分 要收缩哪一部分 这就是说 放哪些个 收哪些个 这要弄清楚 那么在结构当中 要命名的 哪个笔画是主要 哪个笔画是次了 把它弄清楚了 但所谓次了 并不是说 一带而过 不成心乱的写好 或者写得很粗糙 不是这个意思 就是说 在主要笔画当中 占有的位置 和付出的那个努力 当然是比一般次要笔画 那您在前面提到 这个读体字的时候 我们讲读体字的时候 我们发现 在我们临帖的时候 好多读体字 后来变成了一些 偏旁步手 在这个过程当中 有一些变形 下一讲 希望您能把 偏旁步手 给我们讲解一下 好吗 对 我们可以把偏旁步手 与那些个文字的关系 也向大家介绍一下 另外偏旁步手 应该说 它是结构当中的重要部分 它是组合当中的 常见的一些东西 希望大家能祝福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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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